为什么现在朋友越来越少了 少嘛,你自己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呀 人家怎么会离开你的 对吧 你一没本事 另外一方面,你一封钱都不肯花 还有人跟你一起玩 对吧 你舍得花钱吧 你不舍得花钱,他还会有朋友吧 你不舍得人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小 就上海的时候,你越来越小 越来越不舍得人家花钱 就这个道理 你不舍得人家不跟你一起 一不见看人家太阳一样大 还有人跟你争在一起吗 没有人呀 穷的就穷的 富的就富的 我的穷,他是穷 都在一起 富的不会争起 穷人交穷朋友吧 对吧 不是,你只是要花人家的钱 你还会有朋友吧 有去有来 对 去了没有回来 你会有种参与 所以比方说我在外面玩 今天我碰到我同学了 大家到小饭店喝点小酒 哎,下次又碰到了 你第二次再请客 第三次 再碰到了 好,你一分钱不肯请客 人家还会叫你 还会请你 不会的 一次,两次,上次 第几次 第三次绝对不会的 又不是吃不光用不完了 现在社会还有真正的真心朋友吗 年纪轻的时候 年纪轻的时候也有好的朋友 也蛮多的 为什么后来慢慢就散了吗 散了吗 有多种原因 他在 圈子两样 对吧 你这圈子 你这圈子是好的 比方上流的 我我我圈子是下层的 普通老百姓的 对吧 那么大家就封到洋标了 换了圈子两样 大户 他换到 换到有钱人跟有钱人玩 你没钱你怎么跟出去玩 你唱唱了一塌糊涂 钱又钱又钱没有 我我这个 对吧 现实没正常的呀 肯定现实的呀 讲的就是人情关系 你没有人情关系 你这个这个没人情 没钱这个没人情 这个东西没这个 都有人情关系 现在就是这个 他说的就是钱 有钱就有朋友 你没有钱 朋友都越来越傻了 都离开你 这是正常 很正常的